好了,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 今天是2021年9月29号 星期三,那么今天中午 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这个标题 智商大面积他方世界 从昨天下午,尤其是集中的晚上 一个群里面,就这两个群,三个群,一二三四五六七 就像天上下雪一样,古人就说 有的时候打游士,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 六片,七八片,百片 千片,千万片,飞入 什么菜花群不见,那形容的是下雪 但是这个现象,居然在我们各个群里面 通过传播谣言的方式,又上演一遍 现在可能还有这些群在掰扯呢 还没结束呢 因为在我的群里面,我是对这种拉低 群智商的行为是零容忍 但还是好心劝导,是吧 有些话说的比较难听了 但是,赶不上大家传谣的速度 所以只有痛下杀手 见一个,清楚一个 见一个,清楚一个 这样的人呢,我们不是赶尽杀举 毕竟,进到群里面也是想学的 但是这个现象,说明这两年白混了 白混了,对我本人也是个巨大的打击 让我重新思考,我究竟在跟一些什么样的人在交流什么东西 然后这两年交流了个啥 让我有很深的失败感 对我的打击也很大 所以呢 这些亲出的人呢,就是 24小时之后吧 也就是明天这个时候 如果他本人愿意,可以重新拉回来 但是在此之前 自己在外面好好的反省 什么事呢 这个就是OK交易所 它标注的 人民币 就是法币交易里面 叫充值 人民币充值 然后呢 就有人借机发挥 也不是借机发挥吧 我们假设他是个好的动机啊 就是望闻生意了啊 或者说过度一赢了 哎 就把这么一个很正常 很简单 而且一直存在的啊 请注意啊 OK交易所一直是这样子的 说清点是产生了误会 但是就算你是误会 你把传遍全网 每个传播的人啊 那就不是误会了 说明一个啊 整体现象 就是我把它总结叫做 智商大面积塌方现象 我们知道啊 不光是OK啊 火币啊 或者是抹茶啊 BK啊 他都有法币交易这个板块 都可以直接用人民币买卖数字货币 从来都可以 但是啊 比如说火币 从 12月31号起啊 不可以对大陆服务 啥意思呢 如果你不在 中国大陆 你在香港 或者美国啊 只要你卡里有人民币 你照样可以从货币上 买卖数字货币啊 直接买 发这个视频的人啊 有可能他从来没有买过币啊 也就是说从来没有用人民币买过币啊 我们假设他处于无知的状态 处于弱智状态啊 不是有意的 编造谎言啊 据说它是一种良性的意义过渡吧 但是传出来之后 被大家疯传的人啊 你无非就认同他的一种结果啊 说是这个 OK啊 什么数字人民币植入 OK可以直接买卖数字货币了啊 直接就推翻了目前的监管政策啊 这是典型的啊 言而盗零啊 天朝政府不是印度阿三 他怎么可能出尔反尔 朝令西改 怎么会呢 这个简单的常识啊 不应该发生在成年人身上 但是这是啊 两年以来最大规模的 集体传谣现象 这个现象啊 是让人 非常悲哀的啊 非常悲哀的 还是先讲这个事实啊 这个事实啊 是一直存在 本来 这些数字货币交易所 就可以用人民币 直接买卖数字货币啊 在法币交易这个板块 你 我们在做PT啊 还没有官网的时候 就跟大家科普过 怎么去买比特币啊 进入火币 点开交易 进入法币交易啊 你选择一个合适的商家 就可以跟他直接啊 你按照他挂牌的价格啊 你如果是买方啊 他会给你提供一个收款的银行卡号 或者支付宝或者微信 你把相当于你要买的币的价值的人民币打给他 你勾选我已付款 然后对方就会收到款号就会把币给你啊 这个动作呢 把币打给你是由平台完成的 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嘛 就起一个第三方担保啊 如果就说你把钱打了 你怕他不给你币怎么办啊 一般这些商家要在平台缴纳保证金啊 再一个呢 也都是在平台进行实名注册 如果你的钱打出去啊 在一定时间 比方说五分钟或十五分钟 没有收到币 你可以投诉啊 投诉之后呢 客服会联系他 如果联系不上 就会启动报警程序啊 这是一直这样的啊 人民币本来就是可以直接买卖数字货币的 而这种流程 是在监管之外的 我无数次的跟大家说过 我们在火币上 或者在OK上 或者别的交易所上 你用你的人民币买数字货币 你跟你的卖家是点对点支付的 反映在你的银行流水上 只是你往 比方你从河南张三那买了0.5个比特币啊 你在银行卡上只会显示 你给河南张三打了10万块人民币 假如比特币是20万一个的话 银行 从你的银行卡上是看不到 你的帐上进来了半个比特币的 而你的帐上进来半个比特币是火币可以看到的 如果火币把这个信息提供给银行 那么银行才知道 如果它不提供它就不知道 我们为什么说以前历次监管无效呢 核心的秘密不就在这吗 这个是不是给大家讲过无数次啊 魔鬼藏于细节之中 而这次为什么监管力度这么大 924也好 上次519也好 都提到要切断数字货币跟虚拟货币 这个渠道 但是现在还没有切断 你现在去买照样可以买 怎么就觉得好像这些人 我说就是你是不是在盐城被关了几年刚出来啊 没见过世面 没买过币啊 我们这民间 有一个段子 形容人从牢里放出来啊 当然是男性犯人啊 没见过女人啊 见到大街上啊 看那个老母猪都觉得是老母猪的赛貂蝉啊 老母猪的双眼皮啊 太可怜了 太饥渴了 太可悲了 太可耻了 这就是号称黄埔军校的PD人吗 大面积发生 这一点认知 连个事实 连个经验都不知道 不知道说是新东西 连旧的东西 大家早都习以为常 司空见惯 好像你从外星来的 大肆宣扬 结果不是一个人这样的 N个人这样 为什么呢 那是叫人民币啊 那不是数字人民币啊 有数字人民币也不奇怪 数字人民币本来就可以干人民币 可以干的一切的事情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法币板块 他会识别 你在哪个地理位置 如果你现在 是在美国 他会跳出来美元 作为首选项 如果你在韩国 会跳出韩元 都是用 你的美元或者韩元 跟对方买卖 比特币或者以太坊 或USDT 这是早都存在的 跟你所幻想的 什么DCEP植物交易所 一毛钱关系 十万八千里 毫不相干 别的是 这么多人转发 说明这么多人 都被带偏节奏了 一个傻逼带出了 无数个傻逼 全部暴露天下 这就是大面积智商大方 不惭愧吗 不丢人吗 就这样你配开网吗 好意思给你开吗 国家开给你 开给一帮弱智傻逼 丢国家的人呐 表面上是个认知底下 集体认知底下 反应的背后是 这些人从来不学习 不但不学习 而且永远是处于偏听偏心 听风就时雨 永远是妄门生意 永远喜欢千千复复复 永远是在张冠礼带 永远喜欢以讹传讹 就是一帮弱智傻逼 不自知 自知之明 你都不知道错哪了 我把你踢出去了 还在振振有词 认知上错不可怕 你态度上更可怕 我前两天还在骂人呢 我说手见就是因为脑残 但是脑 可悲的脑残人 从来不会知道他脑残的 但你可以管住你的手不要见 尤其是那老妇的群里面 我是见不到两种人 一种是怂货 见到怂人 搂不住货 一种就是傻逼 人傻 不是错误 但是你拿无知当个性 让我们不得不敬而远之 一个群里面 你不能拉低大家的智识 我们叫学习群 学了个啥 教的全是负负的打卷 这个管不住手就是品行的问题了 认知带着品行 而且这是刚刚说过的事情 你拿不准的事 不要转发 不要转发 你转发会误导很多人的 结果没错 大面积的误导了很多人出来 我们只有见一个杀一个 我们讲认知 啥叫认知 认知至少有三个层面 最第一级的分清楚A和B 分清楚这个和那个 你分清楚OK 上面这个算了吗 那个叫人民币 它不叫数字人民币 人民币就在你的银行卡里 本身就可以买卖数字货币 有什么奇怪的 还发现新大陆了你 分清楚此物与彼物 很多人是分不清楚的 分不清楚的 曾记得吗 满大街的 只要带普拉斯四个字 那都去叫妈 跑到大上海一搜索 一个什么什么 一个会所带个普拉斯 跑去求证 一个二个都去了 丢不丢人 看到京东一个普拉斯 跟京东合作了 这个丢人层次不太低 因为你不懂英文嘛 你不知道普拉斯这个东西 可以挂在任何后面 什么都可以普拉斯一下 包括傻逼也可以叫傻逼 普拉斯 懂吗 轻轻此物与彼物啊 分清楚A和B 分清楚A和A加 A和AE都是不一样的 不要混为一谈 第二啊 在物与物之间建立联系 他们 虽然是不同的 但有什么 有区别 有没有联系 有没有一致性的东西 以上就被我们伟大的思想家 被我们习总的偶像 王阳明先生 称为格物 致志 还没完 第三个层面 你要在物与物之间 构建一个逻辑体系 是吧 一个小黑羊 那也是个小白羊 他们黑羊是黑羊 白羊是白羊 但是黑羊是公羊 白羊是母羊 他们生了一个不黑不白的小花羊 他们就有关系了 知道吗 最简单的例子 有些人 把一个羊当成一头牛 大多数人 昨天暴露 你们很多人出在 把牛当成羊 羊当成牛了 这还是 至少他们都还属于动物 都属于家畜 甚至有的人把羊当成龙呢 这样人太多了 太可悲了 怎么跟你讲认知 我讲了半天开网 你真的相信吗 你肯定不相信 你只是听有人在今天喊而已 你没有办法识别真假 那好了 我说最低层的 你可以看见的东西 查个避讳吧 动动指头会吧 没有 从来没有 到现在为止 当然这还不是 我们 属于我们这个 另外 跟我们相关的 我们前天说了 有人跑去 探监 家属 警察说了 那必是 饶博士 他 饶博士查的是假的 警察这么说 警察肯定要忽悠你 然后他就回来说了 警察说了 你们查的必是假的 饶博士维闻的 饶博士警察说 警察警示维闻的 是谎言家的谎言 但是 是这种谎言 就能把人唬住 自己家的亲人 在里边关着呢 因为脾气的案件 关着呢 警察就这么告诉你 你就相信了 丢人啊 可悲啊 太可悲了 是吧 首先 掌握事实 掌握真相 第二 掌握逻辑 这都是事实判断 第三 再说他好物 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我不喜欢 那个又花又白的羊 那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但那事实 他就是又花又白 因为他的 爹是黑的 妈是白的 但是啊 大概率 从科学来讲 白羊和黑羊 生出黑羊的概率 更大一些 白毛和黑毛只会 生出黑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黑色基因 它的遗传力比较强 这就是到高科技了 生物学了 不需要你掌握这方面的知识 但是基础常识你的有 但是很多人 不但常识没有 和积分清楚吧 一个是带翅膀 一个四个脚的 分不清 分不清好了 你知道自己分不清吗 他不知道 脖子上头扛个脑袋 脑袋也不装东西 不装东西 不要紧 那是你的脑袋 你别让别人给你塞垃圾 又不给你付费的 这就是我说 为什么喜欢瞎转的人 这么可恶呢 这么可悲呢 你自己有脑袋 你没有判断能力 你也不要给别人去搬粪球 什么东西一转 而且还好意思说 我转的 好像你转了就没责任了吗 你转了就代表你认可了 尤其是对那谣言啊 法律上明确说了 传播五百人次 等同于制造 不要以为你转了就没有责任 你在群里转了 就是跟造谣是一样的 照样该盼盼 该关关该抓抓的 不是我吓唬你啊 像昨天我说的那些事 我后来把法桥都给你找出来了 自己看 是不是这件事就完全一无是处呢 他除了可悲之外 也有一家可怜的地方 他至少反映了我们广大PT人 对数字人民币的如此迫切 如此希望他早点来 如此希望他能进入交易所 但这是你的希望 这是你的幻想 他现在没有来啊 也不等于他不来 但是确实没有来 你不能用这种事 来迎合你的一厢情愿 你这样容易上当受骗知道吗 今天还有人发那个什么 中国数字货币交易所的照片 那个照片你发现一个特点没有 那照片六月份就在群里面传了 到现在九月底 永远是同一张照片 难道这不说明问题吗 那个照片据说是在中国土地上 有的说深圳 有的说在杭州 深圳杭州的人这么多 没有一个人去实地拍一张照片 验证一下 没有 我当时就说了 这照片是非常假 很可能是个骗局的一个动作 你不要说实际 它确实是个物理的存在 里面有一个阿姨 是吧 一个背景墙上面 打着中国数字货币交易所 它不是照片 不是个批出来的 是个真东西拍出来的 至少 是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拍出来的 为了装修这下 至少都花个 我们这有做装身老板 是吧 最简单干这么一件活 没个半把块钱 还做不出来 至少在一面墙你的 图上 你把那字给敲上 那个台子的布上 是吧 那在街边 那么个地方还能交租金 是吧 没个半把钱干不出这活 但这活干得太low了 首先 如果你在中国境内 不允许使用繁体词 请注意 除了艺术品 除了招牌 你德云社写个繁体词 写个一体词 把内衡布写 都没错 前段时间不是有个大学生 还是学术法的 就说德云社那个德字 那一杠儿没有了 所以说缺德 你把人气的啊 后来怎么着啊 而且还是证明这个学术法的女大学生 还不是本科啊 好像博士研究生啊 她是没文化的 因为这个德是有一体字的 有的时候就没内衡 或者内衡 有的放上面放下面都可以 那叫书法 或者说一体字啊 康熙字典上有那个字啊 那德云社把那个画的招牌上 没错啊 从这个语文上没错 从这个法律上也不违规啊 就你的招牌上可以怎么写都行啊 但是不能写外国字啊 就不能纯用外国名称 你用外国做个装饰隔夜啊 比方在我们新疆 而且你还是必须上面写维吾尔字 下面是汉字 因为当地法律啊 民族自治区啊 你必须那个什么啊 同时标注两种文字 问是你这个交易所错在哪呢 你用了繁体字啊 繁体字已经被正式禁止使用 啊 对吧 你那个是叫标牌啊 不是属于装饰品啊 你可以搞个艺术品用繁体字没关系啊 但你的名称上啊 你看你出门吧 你现在出门吧 哪个单位啊 他的名称上敢用一个繁体字吗 十年前更早一些友大 真的友大啊 那些有些家门上啊 中国某某党什么什么县委员会 那个党字啊 上面一躺下面一个黑字啊 委员的员下面两个杠 后来被国家正式禁止了 你党政机关都有繁体字 你不是闹笑话吗 而且我们国家有个部门专管这事 叫中国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啊 很高级别的 国务院下属的单位啊 管这事呢 所以说你这个图照片出来 暴露了一个很低的认知 很低的智商 那么他必然去骗更低智商的人啊 这第一个毛病繁体字 毛病啊 全世界的交易所都不会叫某国交易所 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新加坡 香港 香港是地区啊 香港 他也不能叫香港什么交易所 中间要带的 香港期货交易所 香港黄金交易所 这样的 香港本身是个地名 请注意啊 是不能带国民的 这是世界惯例 中国目前存在的交易所啊 证券交易所有啊 上海证券交易所啊 深圳政策交易所 即将有北京政策交易所 期货交易所 有大连商品交易所 郑州商品交易所 上海期货交易所 上海黄金交易所 你看看 有哪个叫中国的 不能这么叫 漏线了吧 就凭这两条 就足够说 这就是个骗局了 好 你为什么说它是骗局呢 因为它有利益诉求 怎么个利益诉求呢 我照个照片告诉你 中国要搞交易所了 然后我在 T波场上发个币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我这个交易所 发的平台币啊 然后让你去认购 就这么简单 都长点心啊 这么大个事 国家没有发新闻 你千万不要乱转 有些事太大了 国家没发话呢 你先转了 对不起啊 严臣看守所欢迎你 不光是严臣 各地看守所都欢迎你啊 别当儿戏同志们啊 我们说这个智商 大面积塌方事件 一方面又暴露了很多人 长期以来 毫无进展 而且暴露了啊 大家啊 这种 尤其是啊 传播的人啊 那些做团队的啊 有些做盘子的 就习惯的 指路为马 张冠里的 那么听从的转播的人 就习惯了 人予予云亦予予予予予予 身在 SB之中而不自知 这是悲哀的一面 另外一个可怜的一面是啊 你盼望的东西啊 没错 我们 尤其是PT人民啊 朝思夜想着 数字人民币早日落地 没什么不对 也挺好 但你不能 小蝌蚪找妈妈 见谁都很妈 那是不对的 啊 这是很可怜的 啊 再一个 我的群里的人 啊 他 让我很有失败感 我不希望我的听众 都是这样的 是吧 我是想把真实的 关于 PT的真相 告诉你 关于他真实的逻辑 告诉你 我们 拒绝 任何歪曲事实的 我们要学会 面对现实去生活 要学会 啊 面对真相 无论是对人 对事 对项目 我们要挣的是真金白银 我们没有办法去 通过骗人挣钱 也不希望被别人骗自己的钱 对不对 遗憾 啊 这个智商大面积 塌方世界 让我 非常的震惊 我面子居然是这么一个群体 而啊 说一下这个市场 市场行情的问题 我们说这次呢 我们天朝的 打击力度 是十无千里啊 非常空前的 但这个市场是 全球性的啊 利空的消息啊 基本被市场消化了 但是市场有它本身的节奏啊 觉得该涨会涨 该跌会跌 那么现在呢 大概率 请注意啊 可能要走一个长期下跌了啊 这不是因为中国的政策啊 是因为市场本身走到这坎上了 啊 如果了解技术分析的啊 你打开那个技术周表 你看比特币 以太坊 基本上都是在构筑一个头部 而且 它这种 涨一涨 跌一跌 涨一涨跌跌 是最迷惑人的 啊 那么现在其实是 头部快构筑完成 你别看今天又猛猛的冲 而且这这几天 我们发现 以太坊是有一个号召全盘的能力的 每次冲的时候很迅猛 但是很短暂 跌的时候很坚决 很缓慢 很吃紧 阴跌 猛的拉一波 啊 骗你追上去了 让它阴跌 但是每个高点是越来越低啊 当然低点也越来越高 这叫三角形啊 啊 两种可能就是三角形整理完了 继续下上 也是有可能的 然后猛烈向下一切千里 两种可能啊 向下的概率更大一些 所以说这时候呢 宁愿持币观望 不是持这个 忧愿持优啊 手里不要拿币了啊 有些个别的明星币 比方说大爷的星 我给他取名字啊 就低歪低差啊 这个太能涨了 前天15块 今天23了 但是啊 整体上 个别的一些啊 走独立行情啊 整体上啊 很多币都在垢住头部啊 垢住头部 这一旦跌 跌穿紧线 那跌起来 可就厉害 真的就生死了 所以现在警惕啊 是买币的好时机 再说啊 我们这个政策还没完呢啊 我们现在 你除了值得持有的转入 钱包 钱包一个二个都都提出来啊 不针对 中国大陆开展服务了啊 他对中国大陆提供的服务 就是存 可以存啊 可以转 但是里面那些 DAPP啊 涉及到交易类的 可能用不了 你想用怎么办啊 科学上网啊 之类的啊 但那样 就大家习惯的 还是在火币 OK啊 玩合约也好 炒币也好 就是至少啊 在12月31号就 不能玩了 你都做好一个打算啊 有些DAPP 我们说 DAPP是去中心的啊 钱包首先是去中心的啊 钱包 他会做DAPP的一个入口 如果是纯国产的 去中心的钱包 比方说 TP和M token 他是为了这个 遵守这个监管的要求 他有可能把这些端口啊 就掐着 你从这个钱包 就上不到那个DAPP 你就从别的钱包啊 所以我们也帮助大家 各物色 就现在你说做飞度的 这些 还有做那个托米啊 还有做红心的什么 都在钱包上玩 都挺好的 都在赚钱 但是啊 要应付一下这个政策啊 要有个备胎 比不好玩的 钱又多的 我们推出来 整个对币式的备胎啊 就是外汇可以作为币式的备胎啊 外汇当然他也做大了 也是一个灰色地币 那么纯在阳光下 天朝允许玩的投机啊 一个是股市 一个期货市场嘛 是吧 同样的 投机市场都是风险巨大的啊 我们主要是以币圈为主啊 那么就说啊 这个智商大面积塌方事件呢 啊 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大家热气的盼望的 第一数字人民早日落地 第二早日开往呗 那么他有没有眉目呢 数字人民币落地啊 大概率啊 肯定会的啊 就丝毫不怀疑 而且日期啊 很有可能就是在年底啊 也就是说现在把这些交易所啊 关的关 赶的赶走 连火币都清退啊 OK迟早的 OK昨天就辟谣了 没有被被交所受编啊 是先把这些赶走了啊 他才落地的 这就是叫天雷滚滚啊 天威浩荡 天朝的币啊 我们原来天真的以为啊 他会搭载到这个交易所上 趁着这个数字货币的什么什么 就进入国际 不是的 他是天子第一号的 他先把你赶跑 有可能他先落地之后 再把这些交易所 接回来啊 或者变个花园 他自己搞一个 那是有可能的 就是他不会依附于比特币 而需要比特币依附于他 知道吧 这是天 天子第一号的数字人民币 知道吧 这应该是这么个节奏啊 现在啊 这天雷滚滚就说能够监管政策 这个风声 很严厉的 不让搞就是不让搞 不让不让搞 而且不让说啊 很多公众号就被封号什么的 包括本人也被举报 都是这样 所以这到年底之前 我们的低调 低调在低调啊 冷静的面对现实啊 鲁迅说过嘛 真的勇士敢于正视灵力的现实 敢于面对惨战的人生 不要自己骗自己 不让玩就是不让玩 没关系就是没关系 不存在就是不存在 没开就是没开 就面对这个现实 不要麻痹自己 不要自己欺人 不要骗了自己 就去骗别人 编一个东西 满群转发 这玩大了 真的有可能坐牢的 告诉你啊 还有一个啊 这个我们前两天说过啊 国家否定了数字货币 说的虚拟货币啊 不认可他有价值 也不认可他能当 而且禁止他当货币使 禁止提供类似服务 全部定义为非法金融活动啊 是一种全面的高压的 赶紧杀截的一个态度 但是有一个啊 我说那个非有这个啊 另当别论啊 今天呢 我前两天说过 非有这个是属于 异常的领跌啊 他比别人跌的更猛 这就是大户在打压 打压的同时 前两天就灰度 灰度很奇怪啊 他以前上波牛市 他不断的买比特币 这次他就单独只买 FICON这笔啊 FICON FIL啊 不要再下来问我 你说是不是这个呀 哎呀真是 我也没说话语 那么这个呢 今天呢 可以说是 半官方组织 叫中国通信工业协会 正式出文件了啊 就说IPFS 不在打压之力啊 他不属于挖矿 做IPFS的人 自己宣传把它带偏了 因为这个IPFS属于啊 去中心存储协议啊 它是个存储协议 所谓的 FICON呢 是做 去中心存储的 它虽然是通证 但它不能当数字货币 它所从事的 也不属于挖矿 叫做 在什么存储提供上 它不属于矿工啊 这个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啊 这个协会啊 以前跟大家讲过啊 协会很牛杯的啊 这个协会的一把手 从来都是不及以上官员啊 不及以上 包括副总理啊 从正式职务退休之后 来当他的一把手的 后面呢 我就不重复了吧 昨天讲过那个 说你是我的怕惹火 今天在讲这个移动 中国就叫中国通信工业协会 你可以摆住啊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 2018年11月啊 有中国通信工业协会 湖南峰会 授予陈子涵 区块链教育讲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 湖南理事长 丁赞青啊 通信协会啊 当时的理事长叫什么名字 担任过什么职务 他是谁谁的秘书 谁谁谁 是谁谁 这些我不需要再给你们再多讲了吧 啊 不过我觉得可能是白讲的 很多人真是啊 就像我们以前伟大的周总理讲的那样 人人都说馒头香啊 苍蝇偏往厕所跑 给你讲了很多真东西 一点印象没有 偏偏把那假的冒烟的 哎哟 卢吉斯可 他奔向那些谎言 传来传去 就像十颗狼一般 啊 但是 也就是今天啊 对昨天这些 他方的人啊 二思小时之 以后再有这种 管不住手啊 你管不住脑袋没关系啊 管住手 手都管不住 对不起 对不起啊 不要再来伤害我啊 我都要离你们远一点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 最后还是祝各位心情愉快啊 谢谢